您有臉部皮膚鬆弛的困擾吗? 脸颊为悬控的构造 是脸部最快鬆弛的地方 脸部线条最重要的是咬肌 加色脂肪垫和脸上的组织 鬆弛老化造成下垂 张光正医师专利 八字回零线往上拉紧回复紧密线条 八字回零线让苹果肌更加挺立 改善法令纹木耳纹 使您的脸更V更平顺 张光正医师专利 八字回零线拉回您的美丽线条 008862-2973-8333 1969年一次荣获奥斯卡最佳女配角 和金球奖最佳电影女配角奖的歌底涵 在影坛上可爱的小迷糊模样 如今却感觉像个大婶 松垮垮的脸皮让原本小小的脸蛋 看起来居然变得超老 还有像前阿汤嫂也是 生了小公主后经过岁月的流逝 原本整体都充满了时尚感 但松垮的脸蛋 时尚感全被盖住了 你听过哈巴狗吗 那皱皱的脸皮真是让人爱不释手 但是你敢想一下 如果我们的脸有一天也像哈巴狗这样 皮肤都皱在一起松垮垮的 天哪不但一点都不可爱 还很吓人 或许我们人类并不会像哈巴狗一样夸张 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时间停留在脸上呢 马上有请张帅来解析 立新美学诊所院长张光正 拥有多年丰富的微诊行经历 是变美微诊的诊手 以此人称医美界为创者系统 张艺术热心 敌业总是为每个客人量身打造专属魅力疗程 只有他服务的客人 不当外表变得困难一心 同时也更具此信 由于商师经界专业的态度 生得客人信赖 以此也获得张帅的称号 一美一辈子 为整 曾功夫 再次欢迎我们这个一届有金城武之城 长得太帅的张光正张艺师 欢迎张帅 大家好 这个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我不要像哈巴狗 哇 这个这些脸真的太可怕了吧 是啊 而且把狗 哈巴狗跟我们的脸比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更像赖皮孔 赖皮孔 点上很多的皮松弛 真的有人到你诊所他没有到这种程度吗 其实像现在一般客人到这种程度才来的已经非常少了 因为所以现在科技进步啊 我们有很多的方式 不管是用这个手术 用微整形 或是再加上一些仪器 这些辅助下来的 我们都不会让一个人惨到这种程度 讲到仪器我知道 现在最流行就是热马级 对不对 对 这个热马级它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热马级是国内的一个称呼 那在台湾呢 我们叫做Summergy Summergy 它就是所谓的电波拉皮 是 那这个电波拉皮呢 其实这两年在国内非常的火 可是事实上 这个电波拉皮在台湾 大概是已经算是八九年前的一个产品了 这么久了 已经很久了 已经八九年前了 是 那现在呢 我为什么觉得还是很流行的感觉 现在有更好的 在台湾现在其实有更行更好 更进步的一个产品 因为热马级它最为人所受不了的地方 就是它的疼痛 太痛了 听很多人说做过都太痛了 你自己有做过吗 我自己试打过一发 试打过 一发而已 我是受不了 张帅试打一发 就已经一发 然后就把他的墙给踢掉了 哈哈哈 就知道有多痛了 对不对 是 所以你看我们大家今天要讲的就是 这个松垮的脸蛋 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变得很老 是的 所以我们其实怎么样让这个皮肤的松弛啊 像我之前那节目一直在提到 就是说松弛跟下垂是不一样的 那今天呢 我们要介绍这两台机器呢 就是针对皮肤的松弛 没错 也就是指的针对是Smart筋膜层上 我们的皮肤皮下脂肪这一个层次 是 我们怎么样去改善它的松 是 怎么样去让它的皮肤看起来比较光亮 很紧致 没错 但是我们就只是这样说说的话 这个大家不会相信的 好了 现在我们就分别来为大家介绍了 今天的两台主要的机器 首先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 银波拉皮将帅 这个银波拉皮其实它意思就是超银波拉皮 那它的原理是藉由说这个我们把这个银波 它利用震荡的方式把能量集中在深层的地方 它就是不影响到表面 那这个银波拉皮呢大概也是这一年来一个很火的一个机器 这个是一个银波拉皮它施打的一个示意图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银波拉皮有些地方它是不能打的 像我们的这个侧脸这个地方 是不能打到这里 不能打因为这里有个骨头 那再来就是说这个颧骨这一区呢 我们一般也不打 颧骨 所以跟骨头有关的部位都不能打到 是的 但是额头虽然跟骨头有关可以打 可是有一个地方特别要注意就是镍线 额头跟太阳穴交界这个镍线 这里有神经的区域也不能打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定要专业的医师才知道这个最重要的部位 对这几个地方就是要特别去注意 因为有时候打的不仅效果不好 那有的时候呢甚至会造成一些麻痹的状况 哇这这这严重了 但是呢它的效果 因为它是一个非侵入室的方式 所以它在于收紧皮肤 它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那它这个就是我们 大概我们常看到的一台银波拉皮的这个机器 那这个银波拉皮 它这个是它的一个探头 它的探头 它本身呢 我们照到我们的皮肤表面 我们的脸部的时候 我们看到画面上我们看到它有超音波 然后我们涂好凝胶以后 我们就是靠在这个上面 啪一下打 啪一下打 它会哒哒哒哒哒 它打的时候是这样一排打过去的 所以它跟这个 我们来讲说它不是要一发一发 我们叫一条一条 因为它打过去就像一条一条 所以如果今天你走进一间诊所里面呢 你要打超音波拉皮呢 你要问清楚说 哎 请问我打了几条 所以这个计价方式也是说打几条 多少钱是这样子吗 是的 这个也是很重要 因为常常会有诊所 会跟客人说 哎 我们的东西多便宜多便宜 那你没有问清楚说 比如说音波拉皮是算调的 音波拉皮是算发的 肉毒是算单位素的 不是算稀稀 就是说我今天去打音波拉皮 哇 这家好便宜哦 结果才打了十条 是的 没什么东西 它的单位也不一样 没值 好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张帅 不在现场为我们示范了 因为其实这个机器哦 它的打完以后 它的效果啊 是这个也要等待一个月左右 它效果才会出来 慢慢渐进是看到 是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秀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音波拉皮的机器 OK 新一代音波拉皮回春技术新颖 效果显著 而且属于非侵入性治疗 广受爱美女性们的欢迎 张医生也特别针对音波拉皮 为您深入解析 就是关于超音波拉皮 就是音波拉皮呢 大概这半年非常火的一个名字 它跟传统的电波拉皮 也就是热马级有什么不同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第一个音波拉皮 它有三个探头 跟传统的这个热马级 比起来就一个探头不一样 所以呢因应在不同的部位 因波拉皮它有不同的一个深度 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因波拉皮其实它能量集中的效果更好 所以它能量集中点的温度 其实比这个电波拉皮 也就是比热马级要高 可是有一个地方很不一样 电波拉皮就是热马级呢 它是有的时候它这个热啊烫的感觉 非常的剧烈非常的疼痛 那也有烫伤的可能 那因波拉皮它虽然它的单点的温度比较高 可是因为能量集中化的关系 所以它反而几乎是不太会烫伤的 所以它相对的非常的安全 那再来就是说因波拉皮跟传统的热马级 最大的不同就是深度 它们两个呢 其实都是作用在这个Smart筋膜层上的 也是作用在我们的肌肉神经之上 可是因波拉皮比我们的热马级 比我们的这个电波拉皮 电波拉皮就是热马级 它们要深度要来的更深 所以一般而言我们做因波拉皮它跟热马级 到底有什么不同 结论就是它的能量其实是更强的 它的深度其实是更深的 但是它反而不会烫伤 而且它的疼痛感比较低 然后它的效果也比传统的热马级要来的好 透过张帅的精辟说明 加上现场展示这台因波拉皮的仪器 更让人不禁佩服张医生在医美为诊界的专业度 不过输人不输症 因波拉皮的效果也非常棒 吕医师也将会在摄影棚内 亲自为您示范V脸电波的技术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对抗皮肤松弛新对策 新式微创拉皮 新式微创拉皮 先利用微创浅层吸纸把皮收紧 接着再利用张光正医师专利的 八字回零线回路拉法 拉皮深层肌膜层达到浅层紧致 深层拉皮的效果 历心美学诊所欢迎您的到来 对抗皮肤松弛新对策 新式微创拉皮 新式微创拉皮 先利用微创浅层吸纸把皮收紧 接着再利用张光正医师专利的 八字回零线回路拉法 拉皮深层肌膜层达到浅层紧致 深层拉皮的效果 历心美学诊所欢迎您的到来 帅张让你知 好的医师让你上天堂 不好的医师让你住病房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看了两台更新的 一个更进步的皮肤紧致的一个仪器 我们先请了这个吕医师 他示范了一下关于V脸电波 他跟传统热马吉电波拉皮的差别 然后呢我又稍微讲解了一下 关于这半年来 在这个台湾特别火的一个 另外一个仪器叫超音波拉皮 那他跟热马吉电波拉皮有什么不同呢 热马吉电波拉皮相较于这两台仪器 他都是属于比较浅层的 他的能量在比较浅层 我们的V脸电波 他比我们的热马吉电波拉皮稍微深一点 那最深的是超音波拉皮 那能量呢 这个V脸电波跟热马吉的电波拉皮 他们能量都是属于中等 那超音波拉皮呢 他的能量是属于最强的 最强最深的 那我们的热马吉一般而言 大概一年做一次 那V脸电波他的最大好处呢 就是他价位比较便宜 他一般而言呢 就是说他每个月做一次 那可以看他的状况 连续做四到六次 他也可以达到热马吉的效果 而且他价位稍微便宜一点 那有些人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可以做那么多次 那他可以选择用超音波拉皮 因为超音波拉皮呢 他的强度比较强 而且他深度比较深 所以他做一次呢 他的效果就比这个 传统热马吉电波拉皮要来得好很多 那讲了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对这两个仪器就觉得哇好棒 而且他要是无创的 那他是不是 简直就是这个我们的一个旧型 但是 我要在这边好好提醒大家 这些仪器 他上面都会冠上 有的冠上电波拉皮 有的冠上超音波拉皮 可是 他并不是说像我们传统想象的拉皮一样 他可以真的像手术达到那么夸张的一个地步 这些仪器 在真正的治疗上面 它是一个辅助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是什么图呢 这一边呢 是我们脸部的皮肤 这一边呢 是我们口腔的黏膜 就是最深层的地方 这黄色的地方呢 靠近皮肤这里是皮下脂肪 这边黄色的地方 靠近口腔这里是我们深层的这个脂肪垫 中间这个红色的这一块 就是我们传说中的SMARS筋膜层 SMARS筋膜层指的就是我们脸上神经 跟肌肉集中的这个地方 一般来我们讲的浅层就是在这个SMARS筋膜层之上 这些仪器呢 它们不管能量在怎么强在怎么升 它都还是属于SMARS筋膜层之上 也就是呢 这些仪器它针对解决的是松弛 针对解决的是浅层皮肤跟皮下脂肪造成的松弛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问题是属于深层组织的下垂 这些深层组织的下垂 所以光靠热麻吉 光靠阴波拉皮会有效吗 它效果是很有限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讲的 这个整个嘴边肉掉下来了 你这个阴波拉皮你打得再强 恐怕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三个仪器 不管是电波拉皮 V连电波或者是硬波拉皮 它主要的都是针对我们浅层的皮肤跟皮下脂肪的松弛 我这边再强调一下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很明显深层组织 它已经坠下来了 它下垂了 那这个时候你打这些仪器恐怕效果不够 你一定得要配上我们的线性为整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弄清楚 你看到外面有很多的广告告诉你 哇我们靠仪器无创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那但是你一定要先认清你自己是松弛还是下垂 你找的医师他有没有帮你做一个正确的判断 不然很有可能你花了大钱做了这些仪器 结果却得不到你满意的效果 我最后再给大家一个结论 先认清你是浅层的松弛还是松弛的下垂 浅层的松弛你可以靠这些仪器来改善 那刚刚的好处也跟大家讲了 那是深层的下垂 只有这个线性为整 特别是八字回零线 才有办法给你一个满意的解答 这个小字回应好 张光正医师专利八次回零线 往上拉紧回复紧V线条 八次回零线让苹果肌更加挺立 改善马令纹木耳纹 使您的脸更V更平顺 张光正医师专利八次回零线 拉回您的美丽线条 008862 2973 8333